十号邪火灵儿强势复仇天人族 芸汐的处境有多惨 在血色平原上 十号历经千辛万苦 不畏生死 坚定不移地护送芸汐十万里 她始终不曾放弃 勇往直前 克服重重艰难险阻 直至将芸汐安全地送至天人族所在的安全区域 尽管芸汐起初并未察觉眼前的摩西便是十号 但当两人回到天人族之后 十号的真实身份得以揭晓 芸汐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遗憾的是 天人族早已对十号下手 令芸汐深感愧疚与自责 导致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 在叶青仙的协助下 十号成功逃离了天人族 导致芸汐与十号的接触机会逐渐减少 那么当十号与火灵儿前来报复天人族时 芸汐的处境有多惨呢 由于十号的牵连 火灵儿无辜躺枪 只因为她与十号的身后友谊 天人族企图抓住火灵儿作为人质 以此胁迫十号就范 尤其当十号进入仙谷历练之际 天人族前往罪州捉拿火灵儿 幸亏火皇及时赶回 才得以带走火灵儿 否则她必定会成为天人族的阶下囚 十号从仙谷归来 火灵儿之事令她怒火中烧 她带着火灵儿杀向天人族 开启了一场血腥的复仇 尽管她当时仅处于圣祭境 但却修炼出三道仙气 实力足以斩杀天神 天人族的守门人一看到她的身影 便被吓得胆战心惊 因为十号在仙谷的威名早已传遍天下 成为了一尊令人恐惧的杀神 芸汐在城墙上目睹了这一切 心中五味杂陈 她没想到十号的报复会来得如此之快 当她看清十号身边的女子 是下界的火族公主时 她的表情变得复杂 两人看起来如同一对神仙眷侣 芸汐几次张开口 却始终未能说出话来 天人族眼睁睁地看着族中的天神 被十号击杀 他们痛苦地几乎要吐血 一个本该成为三千周主宰的天才 如今却被他们逼得成为敌人 若是他们当初没有对十号下手 如今站在她身边的很可能是芸汐 如今 十号的实力强大 且背后有神秘的柳树庇护 而天人族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老天人旅行太古盟约 不能出手 护道者生命垂危 无人能够阻止十号 最终 天人族只能让芸汐去与十号交涉 芸汐来到两人面前 脸上带着酸涩的表情 简单地与十号和火灵儿打招呼 尽管十号和火灵儿并未责怪芸汐 但十号也不会因为芸汐而放过天人族 芸汐含着泪水回到族中 毕竟这件事是因天人族的错误而引发的 他也无法多说什么 最终 天人族走向了衰败 两位天神护道者触动了上苍的惩罚 最终陨落 最后 十号与火灵儿也离开了天人族 在这场冲突中 最痛苦的莫过于芸汐 他身处十号与族人之间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对此 小伙伴们有何看法呢 至少